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造成异地夫妻的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? 另一半的工作性质,有些工作经常需要出差考察,就比如测绘或者科考类工作,这些经常一去就是好几个月,而且经常只能短短回来一两个月,又要开始下一轮的工作。 长期以往下来,女人会感到寂寞吗?答案是很明显的。 男人因为经常出差,独自留女人一个人在家,很容易造成女人精神上的寂寞,空荡荡的家会让女人没有安全感。 如果生了孩子还好,没生孩子的女人一人在家,缺乏很大的安全感。 长期以来,女人的心态就会潜移默化地改变。 虽然可能嘴上说着工作伪重,但实际上内心多多少少,会有很多不满意的情绪,更有可能会在男人工作的时候发脾气。 而有些男人,因为不懂女人心,嘴上说着是为了以后的生活幸福,但是女人更想要现在的生活幸福。 这三位女人用亲身经历说出自己的心声,一,赵女士,31岁,分居两年,赵夫妻两个人一条心,也没有那么难哦,拿我自己来说,结婚在四年,和老公异地的日子就过了两年,因为她经常跑项目的原因,有时候半年才回国一次,甚至过年的时候都不能回家。 这样的日子,在外人看来或许很辛苦,女人在家带孩子,身边没有一个男人,什么事情都要学会靠自己,但是我觉得苦中却带着甜蜜,即使两个人深不在一起,但是心却紧紧地联系在一起。 所谓分居不分心,就是这个道理,在夫妻异地的日子,我懂得了老公一个人在外打拼得不容易,为了我和孩子,为了这个小家,我们都做出了很大牺牲,两个人应该更加是互相理解。 和体谅才是,而不是因为身处异地就抱怨,无端的猜疑和怀疑对方。 要说寂寞,刚开始的时候肯定会有,但是这些都是可以克服的,异地生活对于男人和女人都不容易,做丈夫的在外面赚钱养家,做妻子在家就要好好带孩子,安心等他回来。 二,吴女士,27岁,分居半年,没有耐住寂寞,做了对不起老公的事,可能以前太过于依赖身边有人陪伴的感觉, 突然的分开真的很难接受,分居之前,我们的感情也一直很稳定,就算有个小吵小闹,也很快就和好了。 直到老公接到公司的吊牌,要负责外省的业务拓展,不得已我们就开始了异地的生活。 很多人都说,夫妻分居以后,感情很容易变差,当时我很担心,害怕离开他自己不适应,也害怕我们的关系会变,所以极力劝他推掉这个机会,但是他不愿意,执意要去,可能这个时候,我的心里就埋下了怨恨的种子,终究我没能留住他。 他的工作也开始变得很忙,忙到没有时间跟我多说一会儿话,我不甘寂寞,网上认识了个男人,他对我嘘寒问暖,关心备至,每天陪我聊到入睡,渐渐地我也敞开了心扉,对他诉说心里的苦闷,女人要的其实不多,只想有个人可以陪伴他,关心他。 终于有一次,我们的关系越轨了,我知道自己做错了事,但还是控制不住,当时的自己已经沦陷在别的男人的怀抱里,我不止一次想过,如果当初没有分开,可能也不会走到这一步。 三,美女是35岁,分居三年。 相对于孩子和家庭来说,寂寞算不了什么,其实很多女人心里压根就没有想过,结了婚就一门心思扑在家庭和孩子身上,没有闲暇的时间为自己想过,平时生活在一起也好,异地也好,女人甚至都没有动过出轨的念头,只想着怎么把孩子养好,把男人照顾好,把小家经营好。 我和老公刚开始异地那会儿,两个人心里都不好过,但是别的心思从来都没有动过,要说自己不寂寞,那是不可能的,想到有孩子在身边,心里有再多苦闷都不算什么了,对于分居这种情况,其实还要学会自己排解,尤其是女人不要想太多,不要把注意力放在自己一个人多么辛苦,多么不容易上面,那样只会让自己想从别人那里找慰藉,福气异地对双方都是一种考验, 最重要的是要正视分居的事实,不要因为一时的寂寞难耐,做出了让自己后悔的事。 四,李女士,四十岁,我老公自己开公司,在外地有自己的分公司,经常不在家。 一年在家里待的时间,连十天都不到,结婚后,我一直没有上班,做了家庭主妇,主要就是带孩子,有时去看看公婆,老公不在身边的日子,闲的时候,我多数都是靠看电视,看小说,打发时间, 实在无聊的时候,就约上几个朋友,一起逛街吃饭,有时也聚在家里打打牌,要说想不想老公,当然会想,特别是到了晚上,把孩子安顿好睡下后,没有了白天的喧嚣,一种寂寞感,悠然而生。 这种时候,我会跟老公聊聊微信,或者视频一会儿,看他挺好的,我也就放心了,好在现在通讯工具这么方便,每天也和他联系,除了生活上有些不方便,其他都能过得去。 有些男人会被公司调遣到其他地方去,和谈恋爱不同的是,异地的婚姻更加有稳定性,但是还是需要男人去维系这个关系。 异地的婚姻如果不处理好,很容易消耗女人的耐心,和婚姻中的幸福,双方有多多沟通,男人要注意谦让,好的婚姻关系就像是男人的大本营,维系好这份关系,为未来打拼。 最后,感谢大家的观看,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,如果觉得本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,麻烦您点点订阅吧。